我是楊智隆 是一名的動作導演 對我來說呢 動作的拍攝就是 能夠在最有效的時間內 完成最大強度的動作 然後讓所有人都能夠安全的回家 這個是我最在乎的事情 大家好,我叫楊智隆 我是一名動作導演 我覺得每個動作都代表著情境與故事 透過動作的編排 去讓身體述說故事的天上 小時候我看過一部電影叫做《淘太郎》 那我覺得在裡面我看到《淘太郎》很英勇的樣子 除此之外他還可以飛一片遁地 所以那時候的我們來講其實很特別 那因為小時候我比較瘦弱一點 那我也擔心被欺負 所以我就開始學跆拳道 為了讓自己變得更強壯 我在當兵之前還學過中國摔跤 我退伍之後的地分工作 在中國文化大學特廣教育部的大俠數位傳播 那時候遇到了林育賢導演 然後他就覺得說 我好像會剪接 然後也會一些拍攝的東西 然後再加上長相 在當初可能不像現在那麼和善 就比較兇狠一點 於是就邀請我試鏡 那試鏡之後他也覺得不錯之後 就邀請我進入那個團隊一起工作 第一次進入劇組的時候 就從製片助理啊 剪接助理啊 還有各個環節都要去參與 然後我記得有一天中午 我的同學有打電話給我 總得我現在在拍一部電影叫做《十七歲的天空》 那因為今天有一個健身教練的角色 那他一定是沒有辦法來 你可不可以來幫我演這個角色 反正是自己的同學 然後就幫了他演出的這個角色 那也就是因為這個契機 我就開始接觸了一些關於電影啊 電視還有廣告的演出 當入行的時候其實我是一個動作演員 那每次在演出的時候 其實劇組會邀請動作導演 來指導大家怎麼樣做演出 那那時候我就發現其實 有些動作跟想像中的動作 有點差距不太一樣 但是為了要配合拍攝 其實我們還是會在不同的敬畏下 不斷地去做重複的動作 那那時候是我第一次認識到 原來劇組有一個動作導演這個角色 那我記得有一次動作導演剛好在某一場戲的時候沒有來 那那場戲是我要跟某一個演員要對打 那導演就問我說你會打 然後這場戲就是你要演的 那不然的話你自己來設計看看吧 反正最少現場只有你會了 那就你來 那於是我就自己在現場編排動作 然後就很快地把那場戲拍完 結果拍完之後導演說 你拍得比動作導演在的時候拍得還要好 那以後其實我覺得這個對你來講 應該是蠻適合你的啦 他就開開玩笑拍到我肩膀 然後就走了 那時候就覺得說 好像是一個蠻有趣的挑戰 那在後來路上 因為我沒有其他的前輩帶著我 該做什麼事或者是說動作導演到底要注意什麼 像我一開始就不太分得清楚 動作導演動作指導 武術指導有什麼差別 那其實在以前的武打片裡面 大家統稱為武術指導 那是因為以前用的動作大概都是傳統的武術 比較居多 那後來的動作指導這個名稱只是因為 現在的戲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 比如說有抓頭髮啊 跌倒推擠啊 撞車啊 那這個不像武術 這個反而像是肢體動作發生的衝突 於是就稱為動作指導 那動作指導跟動作導演最大的差別 就是導演要去兼具到劇本裡面的細節 牽扯到的範圍其實都是一樣的 只是說動作導演要兼顧的畫面 還有一些鏡頭 跟完成的東西是比較多的 通常我們拿到一個劇本的時候 我們去思考說 實際上這個演員能不能去做到導演 他想像的這個東西能不能讓他做得到 就是導演希望這個演員是要能夠飛天頓地的 那我們就想說是不是可以用威壓去輔助啊 我們都會把這個考量在動作裡面 去跟導演還有演員去做一個討論 然後才能夠讓這個角色的豐富度 跟那個內涵度是包在他本身的內心裡面的 等到我們這些東西都討論完了 我們就會開始進行所謂的動作訓練這一塊 那我們通常會讓演員從最基本的安全開始做 就比如說他怎麼跌倒 怎麼在地上跌倒的時候是不會受傷的 那每一次訓練我們會依照演員的身體條件來安排 那最少不會低於兩個小時 那最多也不會超過四個小時 主要是讓他去熟悉 這個動作他怎麼做是安全的 你也知道說一顆鏡頭 如果是十秒鐘 那他打了一個take 可能要拍個十次 但是他最後剪出來就可能十秒 所以演員的消耗度是非常高的 不管是在體力或是精神上都是 所以對我來說呢 動作的拍攝就是能夠在最有效的時間內 完成最大強度的動作 然後讓所有人都能夠安全的回家 這個是我最在乎的事情 很多時候我喜歡參加學生的畢業製作 是因為我覺得 當我們自己是學生的時候 我們其實很需要這些資源跟協助 有些時候有些動作強度很高 那他們又沒有足夠的預算請專業的人下來演出的時候 我有時候就會成為裡面的其中一個角色 來參與他們的演出 但是有些時候因為尤其學生的畢業製作 他並不是很了解整個劇組的操作模式 他就會希望說這一卡不好 再來一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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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斷的重複重複重複的狀況下 其實是會讓一個動作演員 或者一般演員產生很大的危險 當一個動作反覆做的次數過多的時候 他的身體的疲乏度不斷的增加的時候 接下來拍的東西一定不會比前面好 那這時候我們通常會去支持導演說 還是我們先讓他休息五分鐘 然後我們大概 依他的體力狀況我的分析 他大概還有幾次的機會 我覺得這樣才可以做到更有效的 把東西拍好 才可以保護好演員這件事情 除了拍電影的時間以外 我其實最喜歡做的事情是看漫畫 因為我覺得在漫畫裡面的很多的元素 是跟電影的動作的形式其實很像 一格一格的分鏡裡面 他會產生不同的畫面 所以就會去想像說 如果是我設計這動作我會怎麼做啊 這個動作裡面 他的故事的內容又怎麼銜接啊 不管是分鏡的概念也好 不管是他的創作的風格也好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養分跟刺激 衣服穿搭的部分 我個人喜歡日式簡約的搭配風格 我最近最喜歡的顏色是墨綠色 因為我覺得它很像在大自然裡面的感覺 那會讓我覺得很輕鬆又很自在 關於眼鏡的部分的話 我個人比較喜歡輕的感覺 我覺得輕量化的眼鏡 對我的鼻子或我的臉型比較沒有負擔 那搭配上我自己個人喜歡的服裝的時候 不管是簡約啊或是日常搭配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是很合適的 就比較可以搭出一個時尚感 或者是自在的感覺 我是楊志龍 是一名動作導演 我用身體說故事 以動作穿搭情感 那每一陣動作 都能散放藝術的風采 太高不到就好了